记者刘宾选南投报道,年轻人出现舌抖,千万别轻忽,当心罹患罕见威尔森氏症。 南投县30岁省性男子平时工作需班重务,日前却察觉手会不由自主抖动,且情况加剧不止无法提笔,甚至连脚也开始抖,并有头晕皮类症状。 经卫腹部南投医院诊疗后,发现沈南胞地有威尔森氏症家族史,进行核磁共证检查,发现脑干有脚猫雄图形Pandasone确诊为罕见的威尔森氏症,在药物治疗后病情趋稳。 该院神经内科主任张家卫表示,威尔森氏症是少见的隐性遗传疾病,好发在40岁以下,因同离子代谢异常,因而累积在肝、脑、胶膜等器官。 由于是遗传性疾病,若确诊也建议加州手足进一步筛减。 张家卫说,过量的同堆积会导致脑干受损,特别在核磁共证影像中会出现状似猫雄的图形Pandasone,患者会出现动作及反应迟缓的症状,神经系统则会有战斗、心动迟缓等类似巴金森氏症的症状,亦有肝炎、肝硬化甚至肝衰竭,部分患者会出现情绪不稳、忧郁症等精神症状。 治疗上则需终身服药,协助排出体内的同切物,任意减药、停药、饮食,要避免海鲜类,尤其是深海鱼类,带壳海鲜,以及动物内脏、巧克力、坚果类等负含酮的食物,减少身体负担。